万事万物的相互关系 其实它是本源性的关系 就是私性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建筑当中的功能 逻辑关系把它拔除掉 这些人为的东西去掉之后 我们发觉事物之间 它本来的关系 实际上是一种碰撞性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生发性的 我们把这种关系统统称之为私性的 我们做空间也好 做场所也好 做形式也好 做事物之间的关系的构成也好 其实都在解决的就是私性关系 这种关系实际上是超乎寻常的 不是靠我们的意义 逻辑等等这些比较人工化的东西 去框套的东西 它实际上是有的非常广大的可能性 我把这个东西 统统称之为是一个私性的领域 这是我对我们现在这种 所谓空间性的语言的应用 它所面临的局面的一种基本判断 因为其实我们叫它唐诗之路 这个地方它的重要性 其实它真正在日本文化里面发生作用的 其实是在宋代 就是宋 尤其是南宋之后 这个区域里面 它实际上完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非常多的大事件 我们说 比如说日本的禅宗 日本的茶道 日本的寺庙的很多大的宗派 其实它的源头 都是这个区域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人物 事件和山水 它实际上是奠定了我们中日文化当中 很多共同的原型 和共同思维范式的一些东西 包括一些审美 自然と対話しながら 私は作品を作っていくタイプなんですね 非常に割と建築的な仕事をしています 空間の私的想像ですよね 実は私は前の作品です 雨の降る家という作品 このきっかけというのは 日本の万葉集という 最初の日本の歌を集めた本があるんで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